那当然第一个我录下一个之后 那利用那一个来做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 反正就把它先做一个日期拆解 然后再去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注解 因为第一个当然还是要选取 然后把底下的资料 再做一个Ctrl Shift向下 然后剖析出来的东西 特别注意 它这边 这个是 它的顺序是这样 如果你要拆解的话 它会有三个 它array是一个阵列 它这地方的话 第一个资料 它的顺序是 月日年 这个顺序 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 也要稍微判断一下 看一下结果到底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这边把它拆解之后的话 我就拆解日 日的话呢 因为它是在这个array 这个阵列的顺序的第二个 第二个 所以我就把日的部分稍微改一下 然后它的目标的储存格是在J2 所以我把资料呢 放到J IJ 那这个是日的部分 那年的部分呢 是在K 那我放在K的位置 那这里的话是第三个 第三个阵列 那月的部分的话呢 我是放 这个拆解的话 是第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I2的位置 OK OK 那最后看到的话 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点下去 月份 OK 没问题 日 也没问题 年 也没问题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呢 只是